Hello my friend how are you 我跟你們說點什麼 心發明不是心發明 我幾年那種告訴我 真的你不敢相信我 胡天有兩個朋友 提及他的雜耳 他的師父帶雜耳後通 他的婆婆親口對我說 通得不敢帶雜耳 僅僅做的 為什麼我有這種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做一句談一次 因為雜耳對我們來說 真的蠻重要的 你們不知道 我們不是每個人都不會 上斗之子 我不想帶雜耳 但是是沒有辦法的 有些時候影響我們 為什麼要帶雜耳 可能完整 或者是移床 或者是他的身體 射微的一個方面 他有種兵 影響他鐵質 什麼不高 影響很多豬耳 不是你說不說的問題 異蠢跟什麼都有關係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 特別的你們說一下 因為我最早 真的不鬥你不相信 胡天內 有一個婆婆跟我說 哎呀我剛剛做的宅耳 就是這種的宅耳 帶上去很痛 為什麼很痛 他剛剛做 牙醫幫他弄後的時候 我以前真的給牙醫弄 但是弄到 死了 為什麼 弄得很鬆 鬆還有痛 唉唷 慘了 所以我 然後 後來自己就想到 不如自己摸不更好 真的不到 你不相信 後來我自己摸了 一年兩年 才摸到牙醫 大得很舒服 為什麼 我要提醒你們 因為 如果你靠牙醫幫你摸 事實上 就覺得是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帶上去 是我們自己 通 哪裡通 直覺通 直覺通 如果他不小心 給你摸 摸多一點 慘了 你怎麼辦 是沒辦法 所以我告訴他們 你要自己摸 他們聽了 很恐怖 感覺到 哇 為什麼要我自己摸 我做牙醫 我對你說 如果你不是自己摸 我對你說 很多影響到你的 為什麼 因為大牙齒是你自己的 哪裡不舒服 如果牙醫 做牙齒的醫生說 不小心 我就說 沒沒沒 摸多一點 你摸多多一點 變成你就會 不知道 對不對 當你回到家裡的時候 為什麼怎麼鬆的 為什麼自己好心 都是不舒服 所以我告訴你們 如果我們弄好牙齒 炸牙齒 炸牙齒 第一次 我都不需要牙醫幫我摸 他幫我做好之後 我就回到家裡 我不會再回處 炸牙醫生 幫我炸牙齒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牙齒 發起我們的苦戀 是我們自己的感覺 如果你覺得 這個部分通了 那我就拿一個 摸多一點點 覺得哪個部分通的 又摸多一點點 那 因為我們的牙蚵 的一個炸牙 炸著 有一點點 可能不舒服 所以那種不舒服呢 你就自己炸了 好想你看我很多公主 對你說 這種東西就是我媽媽 哎呀我穿這個口 這個口又買買買買買 買得這麼多 到時 那時候 我真的 甚至沒有用 因為甚至我沒有 弄性的炸牙 所以我就收住家裡 所以 什麼錯誌都可以 我覺得鐵的 一種石的比較好 為什麼 它夠硬 摸起來很快 如果石的 用一種石的摸 就比較慢 在我燒過 我就覺得鐵的比較好 你看看 你出去了 如果你覺得你買 一種石的 也可以看你自己喜歡 摸得到你的炸牙 令到你戴上去 是舒服的 最後 所以 你不要以為 牙蚵 就可以 它是專業的 我對你說錯了 因為戴在炸牙 戴在我們的口裡面 是不可能 牠知道我們 要摸多少 如果不小心摸多一點點 慘了 我們戴上去 就掉下來 或者 這邊摸 小一點 或者差一點點 又要走回去 又要走過去 就變成 自己很浪費我們時間 所以我就告訴我 有個朋友 師父 不是師父 哎呦 他在我爹爹老婆的師父 他說 我的師父 連東西都沒得吃 五十歲 四十到五十歲 太慘了 我聽了之後 怎麼這麼巧合 一個星期 沒有五天 有兩個朋友告訴我 所以我聽到 我心裡面想 好 我一定要快一點告訴你們 因為我想走一點告訴你們 知道這種狠狠 就是沒辦法 一定要自己親手動手 這種東西是沒得靠別人的 因為戴在口 戴在我們的口裡面 一定要自己親身 知道我摸多一點點痛 哪裡痛也摸多一點點 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們覺得 我這個方法真的管用 我希望你們知道 我自己為什麼 特別向你們推薦 因為我覺得 雜牙對我們來說 好想美國人 戴在自己口裡嗎 不要為你一點點 令到自己 哎呀慘了 我沒有得戴雜牙 沒有得吃東西 所以我們要找對的方法 所以我以我這麼多年的身份 去投訴你 OK 祝你們成功 拜拜